列车穿梭在大树之间 就像是开在森林里 这美丽的画面被网友誉为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笔下的龙猫公车 高雄市长陈希迈也在脸书上 PO出这张照片 并且写下标题 败布复活的龙猫隧道 原来是轻轨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一度停工 差点就改不成了 2018年 说停就停 就把它停下来 然后就放在那边问题也不解决 这个截运局的同仁来讲 这是他们一辈子的 在截运工作的推动 是一辈子他们的志向 对他们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也感到非常的灰心跟挫折 拿起手机狂暗 民众站在轨道上抢拍美景 还没通车就先来一睹未快 他10月5号起用 但我那天没放假 所以想说今天来拍一下 就是利益盎然嘛 然后生气蓬勃 我已经感觉到很算在森林中 大自然中 不只龙猫隧道吸睛 轻轨美术馆站以白色连衣 作为设计发响 同样也引来民众热烈讨论 10月5号就要通车 工作人员正忙着做最后准备 其实轻轨大顺路段和美术馆段 兴建的时候整意不断 也曾经惹来附近居民抗议 反对的声浪不断出现 我们在这两年实实在在的面对问题 来解决民动的一个困难 那不是也这个在这个推动的过程 就努力的谨听民意 然后寻求共识 然后全力的来推动 我们不会回避问题 就把问题就摆烂放在那边 那轻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败不复活可以说是最好的形容 不管正反面意见 师傅都得倾听民意 这一段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终于熬到要通车的这一天 市民朋友即将坐在车里感受 高雄轻轨的最美路段 记者黄冠维 林嘉义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